高雄傳出砍人事件 一名男子吃早餐時 遭人持水果刀刺傷了雙腿 警方一個多小時逮到嫌犯 原來兩人是認識十多年的好友 男子家裡經營中央廚房 幾年前想擴張 照嫌犯投資四百萬 嫌犯想討回這筆錢 沒有成功就心生不滿 不但跟蹤男子十天 還刻意變裝成外送員 趁他一人吃早餐的時候 遲到行雄 抓到 圓警一到立刻壓制 嫌犯中餐吃一半 死命抓著筷子不肯放下 就怕趁機拿筷子攻擊 趕快先把碗筷搶走 壓制後搜身不僅帶刀還帶槍 這個要清槍 要清槍 攜帶這麼多危險物品 原來不久前他遲到傷人 時間往回到 當時一名男子到小港去漢明路 挖櫃店吃早餐 嫌犯變裝成外送員 騎車尾隨闖進店裡 大喊欠錢要還 接著拿水果刀朝對方雙腿 刺了三刀隨即逃逸 沿路丟棄外送裝扮 接著跑到古山區排骨店吃午餐 警方一個多小時逮人 身上搜出兩把刀 一支槍 二十六顆子彈 嫌疑人認為被害人積欠他 大約有四百萬的債務 都不歸還 造成這個嫌疑人心生怨 他對這個被害人造成功奇的行為 原來嫌犯和男子是認識十多年好友 男子家裡經營中央廚房 幾年前想擴張 找嫌犯投資四百萬 嫌犯想討回沒有成功 從十天前就在跟蹤男子 直到二十八號上午 發現他落單吃早餐 逮到機會 遲到行凶 多年好友為錢反目成仇 如今錢沒討回來 反倒進了警局 記者蕭志願高雄彩訪報導